回到現場我們邀請到萬寶投過的蔡明璋總經理跟我們參與討論 蔡總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目前是小漲11點 但是今天最主要是 主要是昨天美國股市的蘋果股價 又連續第二天的拉回 所以從這個iPhone X推出來之後 以及iPhone 8推出來之後 蘋果股價是連續兩天的拉回 但現在市場上一直在討論說 這個iPhone X會比較慢推出來 所以整個蘋果供應鏈的營收 可能會開始往後遞延 就是把戰線拉長 這個戰線拉長 到底對台灣的供應鏈好還是不好 我舉一張股票做例子 我們看一下2313的華通 華通這個營收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機會 把它敲出來看一下 它每年的大概第三季跟第四季 都是營收的旺季 我們看K線 但是它的股價 通常都會在營收建高點之前 就先出現高點 就是說這一次的蘋果供應鏈 如果它的營收要開始慢慢往後做遞延的話 對於台灣的相關供應鏈 到底是一個好還是不好 請教一下蔡總 好 我們繼續的深入這個話題 因為我們現在從昨天晚上 到今天的亞洲 平概股基本上還是跌的 還是跌的 那任何的預估 都要有一些基本的假設 像我們來看 這個是蘋果本尊 昨天股價跌 分析師預估2017的12月底 就下一個季度 單季的營業額是868億美元 那高於去年同期的784 大概這個年增的大概一成 一成 所以看好iPhone 8 問題是這個868億的營業額 這個等於天文數字的營業額 它的最主要的基本假設 是要蘋果的iPhone 一劑能賣8500萬支 那現在iPhone X出貨太晚 11月3號上市 那我們一般的民眾 假如你買的話 拿到手上可能是12月了 12月了 好 那12月的話 只能貢獻第四季 頂多一個月的營業績 所以你這個8500萬支 先前分析師的預估 因為iPhone X的遲到 你就沒辦法達成了 你懂的意思吧 我們今天不是只有講說 憑概股利多出境 那個我前幾天已經預告 我今天是深度的用數字 你的預估 這個基本假設的前提被推翻掉了 你被推翻掉了以後 這個EPS還有這麼高嗎 沒有 你EPS沒有這麼高 你的本益比要下修 好 我們不要講蘋果了 我們講國內 觀眾做好這個功課 我們講鴻海 鴻海是Apple最大的組裝 你看鴻海去年是iPhone 7 他第二季的EPS 1.02 到了第三季 拉貨了 是2塊 等於 激增了一倍 到了第四季是3.98 再比第三季又激增了一倍 你這樣聽懂嗎 一倍一倍一倍 現在會嗎 我問答會嗎 不會 不會 有問題 去年的經驗 今年沒辦法複製 核碩 我們看核碩 我們看核碩 去年第二季EPS 單季是1.55 第三季是2.09 激增了30% 到了第四季2.28元 再激增10% 再激增 都是這樣 大力光也是一樣 第二季是27塊半 到了第三季51.89 激增90% 或拉或拉到多兇 到了第四季63塊 再激增20% 所以你說 對我們的瓶蓋供應鏈 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現在大家都還沒有把我剛才講的 那些數字的功課仔細講 因為到昨天 大家理解的就是利多出鏡 還沒有針對各季的EPS 這一些吃蘋果吃得很重的供應鏈 EPS各季的調整 分析師 外資的研究報告 還沒有調整 結果那很奇怪的外資 還把大力光的股票 那個目標價 不知道提高到那個地方 7400塊 我也不曉得 他的前提假設是怎麼來的 難道還有另外一個 來自於火星的蘋果下單給他嗎 再這樣來看的話 你看 比如陳宏 昨天3673 陳宏 股票很厲害 今天大跌 今天媒體還講觸控雙雄 就是陳宏跟GISKY都吃到 你看陳宏上半年的EPS2.74 市場本來樂觀估今年至少6塊起跳 所以先前才漲到那個價位 現在假如遲到的話 還有6塊嗎 我們質疑 還有6塊嗎 沒有6塊的話 你的PE會不會太高 所以你可以看陳宏的股價 其實它已經有一點頭部的味道 回來那個K線 對不對 我們都還沒有注意 過一陣子你就從最高點算下來 跌幅滿足20%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了 那個還沒有算 是 對不對 康控KY 雖然現在反彈 你去看康控上半年的EPS 只有0.4 市場都估今年5塊 還有5塊嗎 它好像打兩個M頭 有一個M頭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開始要調整 我覺得現在分析的報告 都並沒有針對我現在講的這個部分 深入地去剖析 但我相信股價會客觀地去反映 所以現在在電子股的選股開始要轉變 轉到哪裡 回平 但我們來先看一個 今年環市漲多的 有點修正 比特幣 1000美元到5000漲4倍 有誰比他狂 沒有人比他狂 但是你看 這個小模的CEO 聽說就是金融界的地下總統 誰敢交易 比特幣就開除 這個能在這個公司工作多厲害 你敢交易我就開除你 所以昨天破了4000到3900多 我看比特幣從這裡5000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 這個已經跌20% 空頭走勢了 所以比特幣概念股你要小心 我們不講哪幾個 你看那個表就知道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現在的這個股票做了一個調整 在電子股的部分 可能要開始調整到 我覺得有一些灰瓶的股票 OK 講到這個比特幣我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蔡宏那個圖表很清楚 在5000塊的時候 比特幣開始往下 做一個快速的拉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新聞 其實在上個月月底 8月30號的 自稱是比特幣創始人的中本聰 他的比特幣賬戶 已經悄悄的動用了3000個比特幣 這是他的賬戶有史以來 第一次有比特幣的交易 交易了3000個比特幣 大概折合台幣市價是4億多 他到底是要套現還是說 比特幣的泡沫有可能要出現 所以他把比特幣趕快換成現金 但有人說這個會不會是駭客入侵 所以讓中本聰的賬戶被動用到 因為其實現在市場上 你去Google中本聰是誰 其實沒有人知道中本聰是誰 你去Google的話 大概只可以查到一個 住在洛杉磯的一個日本人 年紀有點大 他說他不是中本聰 所以大家其實也不知道中本聰是誰 但是確實他的賬戶是套現了4億多台幣 所以比特幣到底有沒有泡沫 我們持續做觀察 講到另外一個 大家要關注到是油價 油價昨天但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在美國這個颶風持續的影響 所以昨天油價是上漲了2%左右 不過油價的線型來看 一直都在大概47塊到50塊之間 這個區間 每次到50塊這邊感覺就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回到47塊以下又有點支撐 蔡總怎麼觀察 對我開始要進入了一個重點 就說11月3號 iPhone X 就最厲害的這個東西 才上市 然後消費者 假如你買得起 你買的拿到是12月 從現在的9月到12月 還有2個月 但股票天天給你跳上跳下 對不對 這個籌碼的問題 你一定要把它列入口率 所以這一段時間 這個錢往哪裡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大家都沒有進一步 針對瓶蓋股第三 第四季 這兩季的業績 重新的來做一個review 你一定要review 你不可能 原來的那個報告 現在再拿上來 然後再把目標價給加10% 給他這個報告給他送出來 這害死人 這種報告 你的基本假設 前提已經被破壞了 你當然要改 但是我們要看這樣的時候 這個錢跑到哪裡 以台股來講 啪 出去哪裡 我就給你告訴你 你有沒有看一下 這個是今年3月之後 紐約原油 跳漫步 你這裡切一道下降壓力線 我告訴你 現在可能到了秋天 現在快秋天了 北美快秋天了 快被突破了 突破壓力線 你切一條 差不多 準漲2% 快到50 你有疑慮 供需有疑慮 但我告訴你 今年以來還跌8% 注意這個數 比特幣今年漲4倍 400% 漲400%的 人家說騙擊 再跌 今年跌8%的 萬一到了這個秋天 冬天的時候 上去了 我覺得這個 比特幣最兇悍 原油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的原物料 把它看一看 你大概隱隱約 你可以知道台股 未來有一段時間 這未來的一段時間 這個錢怎麼跑 會開始跑 就今年漲太多 那個氣球吹太破的 吹太多的 會破掉 但今年在那邊底部 沉疾沉疾的 要上去 要上去 所以今天各的類股 我告訴你 漲最多的是什麼 黃製股 等一下我會補充 黃製股 塑化股要 因為今天禮拜四 禮拜四 遠東T系列的 五大泛用樹枝 報價才會出爐 明天禮拜五 假如說 本週報價跳起來 明天塑化類股 就會漲了 對不對 那比較有主力介入的 就台達化 中石化 類似這種股票 今天到目前是沒有表現 但不代表明天沒有表現 為什麼 美國的庫存減少了 好 那回來我跟你講 電子你現在開始要注意 有點像原油 我今年都不怎麼樣 那我要跳起來 揮屏 揮屏 我不是講三星的Note 8 已經亮相了 現在都在 預購 對 然後華為的MAS 11月16號發表 我說iPhone X遲到的話 好康到這兩個 揮屏的手機 所以你來看 這裡有一個指標公司 這一看就知道 蓮花科不是蘋果 它是回品 是 當然它智慧型的晶片 這個OPPO 這個老實講 跟高通在那邊 殺得你死我活 但今天有一個 拿下了網通設備龍頭 思科的訂單 ASIC 客製化的訂單 對不對 我們知道未來的5G 開始要推5G 昨天我們講 國家隊都打了 我們台灣也要組國家 對了 對 所以今天就要看蓮花科 這個很久沒動 大家對蓮花科都還有點餘力 你的毛利率會不會 但我現在給你看一檔 大陸 大陸最近這兩天 那個平蓋股 那些什麼 老實講也都摔下來 但是大陸有一家的IC設計 這一家我曾經講過一次 大廠 趙毅創新 趙毅創新 你看這一檔 我們看它的K線 哇 一百塊了 已經飆到一百塊 一百多塊了 這是什麼 大陸國家半導體 就大基金買的 no flash no flash 你們台灣有華邦萬宏 大陸他也要跟你拼 所以這裡揮平的 比較屬於那個 我們說這個IC設計 或者基本原件的 除了蓮花科以後 金豪科 金豪科就是pin no flash 這一波也修正 對不對 EPS今年市場普遍 都是顧到四塊 本益比很低 還有南亞科 你看今天唯一創高的電子 指標性的電子是他 為什麼 你沒有看他天天三不五十 就是賣美光 賣美光 對不對 不知道賣多少 我也沒有統計的 就賣一缸子 賣到現在 搞不好第三季的EPS 突然跳起來 這個都是揮平 南亞科 我看蘋果的記憶體 都是用三星跟海力士 這個是揮平的 好 最後我們來講 那傳產要注意什麼 第四季開始進入旺季的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這個是每一季的EPS 這個是股價的均價的移動 百合這跟鞋子有關的 你看他前八個月3.61 然後他EPS一直在高檔 是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K線 有空自己看K線 是不錯的 豐太因為你看 這幾季EPS下來 但是第二季已經什麼 拉上去了 我EPS拉上去 我這個均價還在跌嗎 沒得力 對不對 所以智協 成衣智協 都會在第四季進入了旺季 既然也是有一起同征 那個EPS修正時間 大家更長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為什麼有一些紡織 就是成衣這個族群 還有一些智協的供應鏈 表現不錯 像那個力寢 那個4426吧 今天漲幅已經有5% 貼洗 因為上半年的獲利 並不表現很好 但是馬上第四季 就進入旺季了 好的 非常謝謝 蔡總帶來的現場分析